年前,我的家族被一群神秘人血洗,父母却在这个关键时候失踪,而我却被一个神秘青年当众踩在脚下狠狠羞辱,不仅废掉我右臂,还不打麻药嘎掉我一个腰子,让我彻底沦为一个废子,挑战我被天海守护苏家收留成为义子。 后来因为伤势实在太重,被一个糟老头子给我换上猪腰子,然后就带着我前去恶魔狠收敛,在这里一待变数五年,我时刻不断忘记夜里打,直到终于等到了下山复仇之日。 君儿,你的麒麟臂和麒麟肾已经和你身体融合完毕,是时候该出岛了。 麒麟肾不是说给我换的猪腰子吗? 那个时候是忽悠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太过骄傲,我知道你等这一天已经等了足足五年,是时候出去了。 感谢师父师叔,还有是娘们的再造神,徒儿这就想上去。 记住,出岛之后想杀谁便杀谁,无需顾忌,整个蓝星最强势力都要惧怕你三分,好的师父。 谢天谢地啊,这个小祖宗终于走了。 是啊,我终于不用被当作杀包挨打了。 瑶瑶,去通知你九位师姐,就说他们师弟出岛了。 义父,君儿回来了。 怎么会这样? 百花楼江南分楼楼主祕娘参见少主。 你是妖姬的手下? 是的,属下接到楼主的指示,特意前来觐见少主。 你来得正好,告诉我,苏家这是怎么回事? 启禀少主,苏家在一年前就被人给灭门了,整个苏家除去大小姐苏灵儿之外,无异人生还。 那灵儿现在在哪里? 这。 说,灵儿究竟怎么了? 启禀少主,据百花楼暗中了解,苏小姐被偏海五大家族之一的江家大小姐江玉燕抓走,然后足足被打了两天半,后来。 卧槽。 接着说。 后来还被几个乞丐凌辱,到现在苏小姐还是下落不明。 江玉燕现在在哪里? 今天是她的生日,江家为她在皇家酒店举办了一场生日宴。 一会你去给我找几头野猪过来。 感谢大家今日前来参加小米的生日宴。 能参加江大美人的宴会是我们的荣幸,这种机会恨不得天天有呢。 神是江玉燕,出来受死。 哪来的想法都敢在这里捣乱,是不是活力了? 来人将她给我拿下。 好久没有享受过小白脸了,你一定很好吃的吧。 你究竟是谁?为何来着大开杀戒? 你这个蛇妻的女人,灵儿究竟哪得罪你啊?你竟对她这般凌辱? 原来是为了苏灵儿那个贱人啊,想必你就是苏圣天当初收养的废物义子吧。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活到现在,奉劝你好好珍惜自己的性命吧,否则你看不到明君的太阳。 你找死? 感动江家的人,你胆子倒是不小啊。 那是黑鹰吗?他可是江南行省十大头号通缉犯之一啊。 别看他人畜无害的样子啊,我可听说此人曾丧心病狂涂灭了江南好几大豪门,为人极其凶狠残暴,看来这小子算是活到头了。 黑鹰,给我杀了他。 小子,有什么遗言就说吧,反正我也不会帮你实现的。 等等,你怎么可能? 郭嫂 我去,堂堂十大头号通缉犯之一就这么被人一招赶掉了。 到你了。 父亲,你又一直就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会让你比苏灵儿那个贱人还要财。 年轻人,在我黄爷的地盘上闹事,你是当你黄爷我死了吗? 连黄爷都出现了,他不仅是这家酒店的老板,还是天海的地下三大霸主之一,背后的靠山更是深不可测,这小子今天是真火不长了。 黄爷,替我杀了他,我要他死。 江家属放心,敢在我黄天霸的脸上撒饮,我定不会放过他,给我开枪。 真机外防,不好,他是天机强者。 阎老你说什么?他才多大的年纪,怎么可能是天机武者? 阎老,给我将他拿下。 你不能杀我,我主人乃书。 说,灵儿现在在哪里? 还想知道那贱人的像落马,等下辈子吧。 少主,你要的野猪带过来了,你,你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我也让你尝尝了。 不自卫,混蛋你敢。 父亲。 怎么,还不打算说什么? 废物,你不得好死,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到苏灵儿那个贱人的。 启禀少主,刚刚我们查到苏小姐乃是被人送给江玉燕的,此人或许知道苏小姐的下落。 谁? 他叫徐浩,乃是天海五大豪门之一徐家大少爷,现在正在会所里喝酒。 走。 人下山第一天,就得知妹妹被人抓捕,于是他一路不下离书。 奈哥还是不知道妹妹的下落。 好在手下查出了是天海五大豪门之一的大少爷抓捕,男人听后马上动身,而此时的豪门大少爷还在会所狂欢,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靠近。 徐少,你想要怎么样才肯放过唐氏家族? 你不是号称天海第一美女总裁吗?没想到也会有求人的一天吧? 求徐少放过我们唐家吧,郭唐若雪和唐家必定感激不尽。 想让我放过唐家是吧,那就跪下来再说。 现在可以了吗? 当然不够,要不再给我们跳个鼓看看吧。 这个好,我也勉为其难地看一下。 天海第一美女总裁也不过如此吗?依旧还是徐少的田狗。 行好,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过分? 如今你们唐家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我还有更过分的。 今天小爷我就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天海第一美女总裁。 谁呀,敢在这里踹门,是不是不想活了? 大胆,居然敢打徐少,我看你是活狗。 你是什么人? 告诉我,灵儿在哪里? 你敢动我的话,徐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想听废话。 我,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留着也没用。 等等,不过我知道那天江医院见了一个来自江北的人,苏灵儿有可能在她手中。 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 这些查,就算是将江北翻个天也得给我查清楚这个人是谁。 是,少主。 你,你是秦军吗? 你又是哪位? 我是唐若雪啊,灵儿的闺蜜,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五年前她在苏家的时候,灵儿确实有个闺蜜叫唐若雪,和秦军也见过几次面。 五年不见,你倒是变漂亮了。 谢谢你救了我,要不是你来了,恐怕我已经。 不用谢我,我今日本就是来找这家伙的,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对了,灵儿还活着吗?之前我一直以为她已经。 灵儿还活着,我会把她瞧回来的。 家族,经过调查,杀害少主的人是苏盛天那个义子,早些时间这个人还杀了江家的人。 该死的家伙,该杀我徐正希的儿子,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家族,根据会所的人汇报,那个人好像和唐家大小姐认识。 去把那个女人抓来,然后放出消息,她明日若不来徐家的话,我就让这个女人给我儿陪葬。 是,家族。 少主,查清楚了,当初灭亡苏佳安乃是如今的天海五大豪门。 五大豪门? 对了,少主,我刚刚得到消息,徐家抓了唐家大小姐唐若雪,并且放话让少主立刻遣去徐家,不然便让唐小姐给徐浩陪葬。 既然徐家想找死,那就先拿着开刀吧。 今日过后,我要天海再五五大豪门。 天大小子要是没来,你就准备去给我儿子陪葬吧,不仅是你,整个唐家都得下去给我儿子陪葬。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和他不说,他不可能来的。 不来,那我现在就送你下去。 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 抱歉,是我连累你了。 你先去一边休息吧,没想到你小子还真的敢来,那既然来了,今天你便去给我儿陪葬吧。 这小子到底什么境界啊,竟引来了这么多黄极武者? 而且他们都是黄极武者巅方,随便一个就能灭掉一个家族的恐怖存在。 我就不相信这小子今天还能活着。 当年灭亡苏家有你徐家一份子吧? 没错,苏家灭亡有我徐家的功劳,我还杀了不少苏家人呢,就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 你们该死。 卧槽! 给我上,谁杀了他我就赏金百万。 住手,我乃是江南特别行动斯天海分资负责人断封,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停手,否则休怪我等无情。 你乃是特别行动斯的,关你也有什么事? 放肆,你乃用武力杀害无辜,我现在代表特别行动斯正式拘捕你,给我拿下他。 大大,你难道有何特别行动斯为敌吗? 苏家灭门之时,你们特别行动斯在哪?我妹妹灵儿被人欺辱之时,你们特别行动斯又在哪? 面顾秦军一连串的质文,断封无言以对,他知道苏家之事幕后有大人物,他区区一个分私负责人根本管不了。 带着你的人? 滚! 你若想为苏家报仇的话,我奉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因为幕后黑手强的可怕,而且也不是你能对抗的。 我不管幕后黑手有多强大,被我知道他都得死。 老东西,你给我死吧,我会在地狱等着你的,还想为苏家报仇,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少主,看来这五大豪门灭苏家安满门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存在。 这个黑手很快就知道是谁了,你去通知剩下的四大豪门,就说我在苏家等着他们,他们若是不来的话,我便一个个去送他们和徐家作伴。 是,少主。 男子仅是下山两天就同灭了两大世家,而剩下的四大豪门带着上千人正在前来讨伐男子,说不知只是来做人头发。 义父,你放心,苏家的仇我一定会报。 要凡真人你们心血的人,不管是谁都该死。 小子,听说你很狂了,今日老夫便送你去和苏胜天团聚。 终于来了。 小子,你屠杀我儿,欺凌我孙女,今日老夫定将你碎尸万段,让你和苏胜天那个死人去做吗? 你不配说我义父,去给我义父跪下忏悔。 上,给老夫杀了他。 小子,你的死气到了。 给我上,谁要是杀了他重重有赏。 没想到我们还有迭罗汉这招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他,他不是人啊,兄弟们快跑。 年纪轻轻便有这般实力,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聂雄,快,快杀了他。 聂家,五大豪门之首,看来人都到齐了。 年轻人,以你的实力到哪儿都能闯出一番事业,何必为了一个已经没来的苏家自断前程啊? 这样吗? 如你来我聂家,我可以让你成为聂家供奉,享受着聂家遗弃的资源。 你说再多的废话都改变不了你今天得死的结局。 呼呼,看来是谈不了了,但是我有的是办法指你。 刚才我看到这丫头在远处看着,她好像叫汤若雪吧?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谈了? 不过我不想谈了,可跪下。 不然我就杀了她。 不要啊,千军。 没人可以威胁我。 对不起,都怪我。 你先退后,让我来解决这群家伙。 全部都给我上,把她给我容了。 小子,还挺厉害的嘛。 不过在我们四个玄机无知言力只不过是个渣渣,再厉害也扛不了我们一招。 刀刀大的拳头见过没? 下辈子不要这么多废话了。 告诉我,指使你们灭掉苏家的幕后黑手是谁?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们是不可能说的,大不了杀了我们。 很好,希望你们接下来还能继续嘴硬。 圣主,人都带来了。 混蛋,祸不殃及家人,你要干什么? 可笑,你们图灭苏家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祸不殃及家人呢? 你不得好死。 还不说是吧? 住手。 我叫你住手,你没听到吗? 我凭啥听你的,你算老几啊? 放罪,这位乃是我们江南特别行动司司长,又是你们特别行动司。 何司长,这个混蛋疯了,快抓住他。 你肆意动用武力滥杀无辜,已经犯下滔天大罪,立刻给我拿下,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何司长,你好大的威风啊,要是想在江南混下去,最好立刻带着你的人消失在这。 妹楼主这是在威胁我吗?跟他们废话什么? 所长。 混账,给我上,将他立刻诛杀。 若不想死的话,就立刻滚蛋。 妹娘之所以要出手,是因为等秦军出手的话,这些人恐怕一个都活不了。 毕竟江南行动司的人一旦全部死在这,那影响就不可控。 给我冷静,我们走。 我没有耐心和你们玩了,既然都不愿意说出幕后黑手,那便全部都去死吧。 我说,我说。 不用说,说了我们也得死。 说,是谁指使你们的? 是江南沈家,是沈家让我们出手灭掉苏家的,我们也是被逼的。 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江南沈家。 少主,沈家乃是江南四大百年世家之一,其根深蒂固,人脉更是庞大。 你就算知道凶手是谁又如何,你在沈家面前就是楼里般大小,这辈子都别想被苏家报仇了。 放心,你很快就会在地下见到沈家的人了。 带我去江南。 少主,沈家在江南势力很大,而且今天还是沈家老爷子七十大寿,想必会有很多权贵参加,要不要我联系百花楼总部派人前来? 不用,既然沈家老爷子过寿,那正好宋春寿里祝贺一下。 感性,别人在家举办七十大寿,男子却送来了一百口观摊。 天海苏家,客送上百口棺材为沈家老爷子祝寿。 这个天海苏家什么来头啊,竟然敢在这个时候送棺材来祝寿,简直不知死活。 要我说,这个苏家肯定会死得很惨,居然敢惹沈家。 沈老爷子,我准备的这份寿礼你可满意啊。 大胆狂徒,谁给你的勇气敢在我沈家撒野? 哥,轻点,轻点。 你是天海苏家的人。 没错,苏正天乃是我义父,我来便是替苏家报仇的。 今日凡是沈家之人,一个都逃不掉。 大胆,今日乃是沈老大寿之日,只有你在这大放厥子。 我看你是闲命长了,是天仓武馆的谭大师。 据说他的闪电五连边在江南无人可敌。 好了,这小子今天怕是留不了全尸了。 小子,你要是给我面子的话就立刻跪下来向沈老柯头道谢,不然。 他话还说完了,秦军便杀了过来,谭大师还想反击,结果已经来不及了。 你是什么级别啊?还要我给你面子? 这是什么情况? 堂堂将满最强武馆的座馆大师就这么被一招给秒了。 谁说闪电五连边很厉害的站出来。 经过这一场面,那些还想在沈老面前刷一波好感度的权贵人纷纷按捺住了这个冲动。 毕竟活着比什么都好。 不相当的人立刻离开,今天我只杀沈家之人。 小子,小蜜我沈家你还不够格呢?黑豹卫何在? 死话一出,一群身穿豹纹服饰的人出现。 虽然服饰是有点地皮,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的杀气足以让在场的众人感到一股窒息了。 没想到今天竟然有幸见到黑豹卫出手。 据说这黑豹卫乃是沈家重金打造的。 他们每一个都是从海外战场上活下来的精锐死士,每个人都能以一党百的存在。 给我将这小字打下,今天我便要让所有人知道调戏沈家的后果。 这就是一笔板的黑豹卫,水费有点大。 混账,看我来取你性命。 天舞别。 我的天舞啊。 呼气了。 你没事吧? 年轻人,我现在已将男士守秘书的身份命令你立刻停手。 要是不想死的话,就立刻消失在这里。 你,你居然敢打我。 就算四大十大之主见到我他都要公进三分,你这毛头小子居然敢打我。 如果你现在给我磕几个头的话,兴许我还能从轻处置。 废话真多。 这个人似乎是嘎疯了,尸首秘书都敢看。 何人敢动我沈家? 这是江南战营的战士,难道是沈家老二回来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是一惊。 随即一位身穿战士,气势十足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果然是他,沈家也沈天津。 而也可是江南战营都督挥下了五大同名之一,这小子算是活到头了。 天津,他杀了天舞,马上杀了他。 沈天军听到三帝被杀,面色一全地盯着秦军。 帝非死。 老二竟然已经打倒了半部地级了,看来我们沈家马上便要诞生一位新的地级强者了。 他话音刚落,表情变灵不住了,只见秦军不停徒手挡下着致命一击,还将沈天军给抓了起来。 下一秒。 我的天军啊。 一,毕竟然杀了神统领,立刻开枪杀了他为神统领报仇。 慢着,我们乃是特别行动司的人,此事交给我们处理吧。 他杀了我们统领,必须死。 放心,他杀了人逃不了。 好,我相信你。 你们特别行动司还真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上次没动手我已经很仁慈了。 指挥使,就是他屠灭了天海五大豪门。 大胆,我是江南行动司的指挥使王岭。 现在按妖球机难捻,你若敢反抗的话,就地处决。 就地处决。 不好。 你,你竟敢杀指挥使。 怎么,难道你也想去陪他? 撤,快撤。 你们也想死吗? 秦军死死注视那些战士们,而他这句话让他们的手都在颤抖。 我们撤。 等这群战士撤离之后,秦军目光扫向了神老爷子。 你还有什么底牌通通拿出来吧? 没有的话,那就准备等死。 你别太嚣张,赫老,我要踏死。 这可是沈家的供奉啊,实力还是第级舞者。 小子,拿命来。 沈老爷子看着沈家最强的守卫者都被秦军秒杀了,整个人彻底绝望了。 天国。 去地下向苏家所有人忏悔吧。 忏悔? 哈哈哈哈,你难道不好奇我沈家乃堂堂江南十家,为何要对一个小小的天海豪门下手吗? 为何? 因为有人要让苏家灭亡。 那个人是谁? 江南第一人,镇南王。 一听到镇南王三个字,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害怕,仿佛这三个字乃是禁忌一般的存在。 有本事你就去找镇南王报仇。 沈老爷子之所以会说出来,那是因为他知道一旦秦军胆对镇南王动手的话就必死,到时候也算是替沈家报仇啊。 放心,我会…… 启禀少主,镇南王乃是江南地位,身份和武力最高的存在。 手中还有一只超过五万人的镇南军,此人极其可怕啊。 很好啊,今日我便娶镇南王的狗,去祭奠我衣服。 感谢,这个男人一招可以越了我大豪门,两招就越了四大十家。 如今更是杀到的镇南王后来。 谁是镇南王,出来受死。 年轻人,杀我镇南王府上的人,你还是第一个。 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苏胜天的义子吧。 没错,说了吧,你想怎么死啊? 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上次胆政地对镇南王说话的人坟头已经长三米高的草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狂妄啊,动不动就是要死的。 大的,竟敢对王爷不敬,立刻将他拿下来。 你要为镇南王出头,那你便去地狱等着他吧。 没想到苏胜天竟然还有你这么一个强悍的意思,他倒是有福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他不是江南头号通缉犯狂虎吗? 对啊,他不仅生性癫狂,而且为人还凶残暴力,在八方的状态下仅是一招乌鸦坐飞机便涂落了整整一个村子。 小子可以啊,听到我的大明竟然不害怕,那就成为我的午餐吧。 乌鸦坐飞机! 王爷,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跳梁小丑吗? 倒是有几分实力,实力推不动,可惜很快就要死了。 下一秒,他的表情就凝固着,只见头号通缉犯狂虎此事已经跪在秦军面前没了气息。 你手下都是这么一群废物吗?还不如沈家的呢? 年轻人,这男王可不是你能动的。 你又是哪根葱? 老夫乃是中海第一世家寒家大长老韩世贤。 少主,中海乃是天北郡第一城,而寒家的比运实力比江南王都要更胜一筹。 荣国十大战神之一的天北战神便出自寒家。 小子,这下知道老夫的身份了吧?识相的话,就给镇南王跪下磕头认错。 你的鞋带松了? 没有啊,我今天穿的是拖鞋。 卧槽! 中海第一世家算什么东西? 子子简直是个恶魔。 小子,你在玩火之道吗? 那又如何?要是没人的话就到你了。 镇南君何在? 五万镇南君已全部到齐,请王爷指示。 给我上了他。 这个也太牛逼了,一招五万镇南君直接没了。 看来是本王太小看你了,没想到以年纪情情竟有此等实力。 那就到你了。 这南王也不过如此吧,去地下向苏家忏悔吧。 没想到这小小的江南之中还有你等天才存在。 看在你实力不凡的份上,只要你沉浮于本少,本少就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你又算哪根从? 你就会下来陪本王的,哈哈哈哈。 师弟还真是厉害啊,才出岛几天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连镇南王都给干掉了。 主人,这下江南怕是要不太平了,镇南王背后的人可是。 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而已,感动我师弟,直接捏死便是,去安排一下,我要去天海。 许久没见我师弟倒是有点想念他了。 好的。 一夫,灭苏家满门的凶手我已经带来了,你放心,接下来我一定会找到莲儿的。 少主,查到江玉燕之前见的那个人身份了。 他是谁? 此人乃是江北首富王天望之子王丰,而且我们查到之前他离开江南之时,身边的确带着一个女子,很有可能就是苏小姐。 立刻去江北。 可是少主,王天望是江北第一采访,而且还是天南商会理事之一啊。 我不管是谁,伤害连者都得死。 少主,你就是秦军吧。 你们是谁? 这位乃是我们纳兰将军,今天来是要你退婚的,像你这样的废物,根本连舔将军脚趾的资格都没有。 你竟敢杀我不官,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高高在上的帝都第一天才吗?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我们走。 什么情况?他的修为怎么恢复了? 就算你修为恢复了又怎样,如今没了秦龙巷和秦家的庇护,依旧还是个丧家之犬。 敢打我纳兰无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小王爷,天海那边传来消息,苏胜天义子正在赶往江北。 从这所有人,我要让江北成为辞职的葬身之地。 是,小王爷,这是替你妈打的。 这是替你爸打的。 还有你奶奶打。 等等,你谁啊,我认识你嘛。 谁是王丰,离我滚出来。 是他,他竟然出现了。 小子,你谁啊,敢直呼本少的姓名,我看你是活够了吧。 你就是王丰。 没错,本少就是,你最好有事,不然。 这是你妈打的。 这是你爸打的。 还有你奶奶打。 等等,你谁啊,我认识你嘛。 你先别管我是谁,你外婆说他也要。 以后见到人别那么嚣张。 混账,来人了,给我将这小子费的。 小子,敢打我们少爷,拉命来。 他的用手竟然恢复了。 可恶,孤狼何在? 他就是孤狼。 是啊,他可是十大佣兵之王啊。 一年前还屠灭了三大阿级佣兵军团,可不要被他的外貌所欺骗了。 这体我会,穿得越平凡的人越狠。 做人就好好做人,学什么狗叫。 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 说,灵儿在哪儿? 赶紧放了我,不然你死定了。 刘小姐,子子在你们天龙排卖会上闹事,你们难道不管吗? 刘飞轩看着秦军眼中露出一亩复杂的神色,然后走了过去。 秦军,住手吧。 秦军的冷谋扫向刘飞轩,眼前的女人让她感到几分舒服。 你是刘飞轩? 是的,没想到你还记着我。 刘小姐,竟然你没认识,我儿今日在你们拍卖会上被人这般伤害,你们必须要给我一个招待。 你话太多了。 立刻放开王李氏。 父亲,王鹏江北第一首富就这么死了。 我们是个男人,你还没资格命令我。 放肆,这位乃是我们天南商会理事长,你最好重新组织语言,再和理事长说话。 熊叔叔,他杀了我父亲,你一定要杀了他。 赶紧这杀我天南会的人,那就要付出代价,给我上。 你,熊米市长,此次就交给我们吧。 那怎么,东宾先生了? 年轻的农国人,你实力不错,但是可惜了,你杀的不该杀的人。 怎么可能,你到底什么境界啊? 我堂堂文国之地,岂能容忍你们窝国人在这指手画脚。 你竟然杀了渡边先生,你可知他是。 给我住手。 廖指挥师,快将他拿下。 年轻人,这里是江北之地,实相的话,就乖乖跪下投降。 小子,这位乃是江北特别行动似的指挥师,已经天死定。 五年了,当年的那位爵士天台又回来了,不知道帝都那些人若是知道的话,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 廖指挥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莫非刘小姐和此子认识? 你可知她是什么人,她可是。 她不过是个没有母亲,父亲生死不明,被逐出家族的野种罢了。 那不是龙国最年轻的女战将,帝都九大门阀之一的纳兰大小姐吗? 没想到这位大人物都来了,之前可没有这么简单吧。 纳兰小姐,你怎么来了?难道纳兰小姐也认识她? 之前饶你一命,你是真的想死吗? 从来没人敢打我纳兰无双,而你却打了,那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秦军,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会下来给我磕头,并且签了退婚协议书,我或许高兴还能放你一命。 秦军,她难道就是,没想到她就是帝都第一天才,好在我刚刚没出手。 纳兰小姐,不管如何你和秦军都有婚约在身,何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呢? 当年,要不是靠着秦龙巷,就凭她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还有何资格成为我纳兰无双的未婚夫,莫非你柳飞轩看上这野种了? 纳兰小姐,你没事吧? 给我立刻将她拿下,胆敢反抗格杀勿论。 看来你真是想找死。 我没有想再看,会太太重。 啊! 天际外发,她,她是天际舞者。 你竟然没想到她不仅又走恢复了,就连修为都比五年前更强了。 你的死气到了。 徐婆婆,年轻人,你的实力虽不错,但是想动我家小姐,你还不配,大家都是同等天际舞者,那就来较量较量吧。 不要动的人,谁也保不住。 你敢杀我,我不仅是纳兰门伐大小姐,我师尊更是龙国十大战神之一的朱雀战神。 秦军,别冲动。 你要是杀了我,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 说完了吗? 你…… 小子,你这是在自寻死路,你敢杀我们小姐? 我再说一遍,不想死就立刻消失。 快点,你给我等着,我们撤。 你告诉我,灵儿在哪? 我,我当初看到江玉燕要让乞丐欺凌她,便将她带回江北准备好好玩玩,结果还没等到我下手,就有几个人突然出现带走了苏灵儿。 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但是能在我手上抢人,他们肯定也不简单,我该说的都说了,现在你可以放了我吗? 你敢打链儿的主意,就该死。 少主 立刻通知百花楼总负责人,我要你们马上调集百花楼所有情报资源,务必在三间内找到链儿,不要见人,死要见尸。 是少主 你们是什么人? 找 少主,如今天色已晚,不如先去百花楼将北分楼休息一晚吧。 小王爷,此次的实力太强了,仅凭这些人根本杀不了他。 他必须死,马上给我联系七杀哥。 七杀哥,小王爷,想要让他们出手的话,可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你拿着这款令牌去找他们的联络人,他们看到自然就明白了。 好的,小王爷。 男人自从下山以来,每天不是嘎人就是在嘎人的路上,好不容易能休息一回,结果又有不怕死的送上门来。 这就是百花楼吗? 百花楼将北分楼负责人寻香参见少主。 寻香,给少主准备一间房间和换洗的衣服。 是。 少主,需要找几个江北分楼的花旦来陪少主吗? 不用了。 呀! 贱人,本少让你喝个酒还敢拒绝,你一个慢意的装什么唇? 我慢意不慢声,我只负责演奏,不负责陪酒。 你都到了这百花楼了,还跟本少装纯,今天这酒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不少,百花楼内禁止闹事,你是要换了这里的规矩吗? 规矩,真是可笑。 这里是江北,本少就是规矩。 信不信我一句话都让你这个百花楼立马倒闭。 不错! 哎呦,不得了了哦,这小子竟然敢打木少哦,他可是江北第一世家木家大少爷的哦。 而且他还敢嘎了木家的人,这才是最可怕。 混蛋,你竟敢打本少,若是不想死的话,就立刻滚蛋。 嫂子,你转什么转,这里是江北,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叫人过来,到时候这里的人通通都走不了。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我倒要看看你们木家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对吧,我被人打了,就在百花楼。 谁这么大胆啊,你没有报我的名字吗? 错了,他说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他说等你过来要打断你的腿。 什么,这么嚣张,你让他等干,我马上过去。 小子,你等着,我父亲马上就来了,你死定了。 此时的秦军根本不屑一步,若不是因为百花楼在江北还要立足,不想留下后患,他早就一巴掌将这家伙给拍死了。 公子,你赶紧离开吧,不要因为我而连累了你。 没事,等他们人齐了,一巴掌拍死便是。 死子到底是谁啊,竟敢说这种大话。 是谁你还不清楚吗,第一集的时候你就在解说呢。 是吗,我记性不好。 很快,一位身穿红色兽衣的中年男人率领着几百人闯进来。 我看谁这么大胆该打我儿子。 父亲,就是他打的我,你赶紧让人将他大卸八块,还有那个贱人,我要他。 父亲,你干嘛打我啊? 混蛋,谁允许你得罪秦少的? 秦少对不起,犬子有眼无珠冒犯了秦少,还请秦少恕罪。 你认识我啊,之前在天龙拍卖会上有幸见过秦少。 正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秦军连奈兰门阀的人都敢打,如今被他儿子坑来, 搞不好自己的命都保护着。 原来如此,不过他打了这位小姐一巴掌,你想就这么算了吗? 此话一出,不贴眼神满是复杂,只在他来到自己儿子身边,只手起刀落,不过就断了一臂。 不知这样秦少是否满意? 你倒是有几分破裂,可他得罪了我只断一臂,还是看不起我吗? 秦少未免太过分了吧? 过分? 我就过分了,你又能如何? 剩下木天带来的人看到这鱼,吓得直接就逃走了。 好了,事情解决了,你没事了。 谢谢你,我叫玲瓏,不知你如何称呼。 秦军。 玲瓏,你今晚就先回去吧,好的楼主。 解决完事情之后,秦军和妹娘打算出去吃点东西,没想到又有人来送马。 就在不远处,一辆车被人给拦解了,车上下来了两位地级舞者,但是下一秒就就轰轰了出去。 你是为了那块骨鱼来的? 刘小姐倒是聪明,既然知道我的骨鱼,那就把那块骨鱼交出来吧。 你可知道抢天龙拍卖行的东西会有什么后果。 只要你死了,谁又知道这骨鱼被谁抢了。 你怎么来了? 又是你。 你认识我? 他之前应该出现在拍卖会上,所以认识你。 小子,你最好不要插手此事,不然你会惹伤大麻烦。 我秦军怕过谁? 秦军,谢谢你。 刚好路过而已,不用谢。 那你还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事? 你看我的保镖都死了,你能送我回去吗? 我怕半路上还会有人出手。 是。 你难道忍心看着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自己回去吗? 这样吧,到了我家之后请你上去喝茶。 那好吧,你先回去吧。 是,少主。 暗英竟然被杀了,难道那女人身边有天机舞者保护吗? 如今行动暴露,天龙拍卖行定然会派人前来,立刻查清楚那女人的位置。 是,今晚必须要将谷玉拿到手。 是。 一场无敌的人都知道,要是遇到这种产业,不该一场阴际救命,就白费了无敌了。 这部朋友为了答谢你还要请你去他家喝茶,大晚上让一个女孩子回家也不安全,所以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你要喝点什么吗?我家还有牛奶。 你既然回家了,那我也该走了。 等等,你今晚能留下来吗? 你别误会,我是说你今晚能住在这吗?我怕那些人会找到这里来,你放心,等到明天我们拍卖行的人来了就没事了。 我很想知道,他们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飞圈舰长掏出了一枚古玉。 他们要的就是这枚古玉。 不就是一块破玉吗?有什么特别的? 不是一般的玉,它可是王为。 呸呸呸,传说在龙国大地上有龙脉的存在,而这龙脉之中又拥有着神秘的力量,还有无形的宝藏。 只要找到传出这么久没古玉的话,就可以知道龙脉的入口了,这枚古玉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如此,好了你去休息吧,今晚我会守在这里的,你不用担心。 柳飞宣文言走进了房间,但秦军则直接躺在沙发上,转眼间便到了凌晨。 外面突然出现数十位飞衣人。 大晚上的不睡觉,你们想干嘛? 你是天龙拍卖行的人。 给你们三秒钟选择,要不滚,要不死。 给我上。 总有不怕死的人。 活着它不香吗?非要来找死,下辈子注意。 秦军,你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昨晚辛苦你了。 小事一桩,你的人来了吗? 非兄,你没事吧? 陈锋,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昨晚遇起了,便早早地睡了一个好觉,这不才能一大早过来关心你一下。 既然你的人来了,那我就先走了。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他昨晚就在这睡的。 什么?小子你究竟是什么人?和飞轩什么关系? 我舔了他八年了都没有牵过他的手,你怎么就可以在他家里睡上一晚? 嘖嘖嘖,有人促弹自打翻咯。 姐姐姐,有好戏看了。 这和你有关系吗? 给我滚开。 今天不说清楚的话就别想走。 年轻人,你放肆。 不错不错,是一位天气忠诚舞者。 怎么可能? 不安,要不然死了。 小子,你不要嚣张,你可知我是。 带着他的尸体滚。 小子,你给我等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刚才的是抱歉,连累你了。 你是想借我的手来对付这小子吧? 那家伙天天追着我,恰好你在这里,我便想借你劝退他,谁知道他竟然动手了。 我不喜欢给人当挡箭牌,再有下次,死了。 小姐,死子看来比五年前更加恐怖了。 秦龙下的儿子又怎么可能真的变成废物? 用不了多久帝都就要热闹了。 不过我得到消息,那蓝木天发出命令,今日便要见到他的首旗,恐怕他没机会活着踏入帝都了。 你未免也太小看他了吧,对了小姐,那眉骨玉该如何处置? 我已经替他找到主人了。 另一边秦军刚和媚娘会合,周围就出现了上百人拿着枪对着他们,只见从里面走出了一位男人,他正式将美式手将开。 你就是那个伤害那兰小姐的凶手,想抓我啊,你们恐怕是还不够。 就在这时,又有几百名战士包围了过来,再加上上百名玄机舞者,瞬间就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许副将、江副司长,你们怎么也来了,死子公然斩杀我龙国战步三星战将,我奉总督令前来进南。 如今司长在帝都数职无法赶回来,因此我代表天南郡特别行动司前来抓拿这个胆大包天的凶徒。 秦明,你现在已经不是五年前的帝都第一天才了,如今你不过是个被逐出家族的野种妻子罢了,今天你就准备给纳兰小姐陪葬吧。 我倒要看看谁敢让我师弟陪葬。 楚天鹤,这女人怎么来了? 八师姐,好久不见。 你是谁,谁允许你进来的,都好。 快放下枪,快放下机。 楚小姐,你怎么来了? 你们要动我师弟,我不应该来吗? 师弟? 没错。 死死的命,我纳兰门法要来。 天啊,他不就是纳兰门法敬畏同龄愣风吗? 而且他带来的人都是天机舞者,这该不会是大结局了吧。 给我说。 我说了,今日谁想动我师弟,谁就得死。 是,一个不留,是。 还有谁想找死的吗? 不敢,不敢。 无趣,师弟,我们走吧。 江副司长,那女人究竟是谁啊? 楚天歌,帝都最不能招惹的三个女人之一。 凡是招惹到他的人,无不入了地狱,人送外号罗刹女王。 通常无敌的人都知道,只要你一离开,家里的死人就会被别人炸掉。 都给我住手。 闭嘴,敢阻扰我红门办事。 赶紧将这小子拿下,不要留红补。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你们快,快撞死塌压的。 这还是个人吗?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求求你们。 说,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是鸿门二当家让我们做的,不管我们什么事,你要杀就去杀他,求求你帮过我吧。 少主,鸿门乃是天南郡地下最大的势力,而你在江玉宴生日宴上杀的那个皇爷便是鸿门的人。 原来如此。 那个二当家现在在哪? 在玫瑰酒吧。 走。 走。 黑玫瑰,你倒是有点本事啊,天狼和老黄一死,你便成了这天海的地下女王了。 但你可知,这天南郡乃是我鸿门的天下,你想自立为王还不够资格呢,识相的话,就乖乖地败在我鸿门之下。 我呸,我黑玫瑰不会居服于任何人的。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好啊,今天我就要好好调教你一番。 谁啊,敢打搅了你彪爷的雅兴,我看你是找死。 就是你下令将苏家移为平地的。 好啊,你原来就是苏家那个一则,杀害老黄的家伙,也没去找你。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给我将他大洗八块。 卧槽,快,快给你送撤了他。 二当家,斯斯乃是天机舞者,赶紧先离开这里。 二当家,快走。 老混蛋,你敢动我? 我大哥乃是鸿门之主,你死定了。 鸿门之主是什么? 给你大哥打电话,让他立刻滚过来。 你给我等着,大哥,我被人打了,快来救我。 什么?你让他接电话? 我大哥要和你说话。 年轻人,你在玩火之道吗? 给你三个小时来苏家,我要是没看到你的人,那就准备给你递收尸吧。 谢谢你证了我。 我不是来救你的。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鸿门之下有数万弟子,既长老更是天南武道协会四大年律长老之一,你最好还是不要和他们为敌。 他们还没资格成为我的敌人。 说大哥来了。 你死定吗? 给我杀,将他碎石万段。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一身修为 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怪不得感动我鸿门的人 但不管你有多强大 今天都得死 盐铁他交给你了 之前我师弟是你所杀的吧 没错 那又怎样 既然如此 那你便去死吧 小爷我没功夫陪你玩 你 你竟然是天机武者 有点意思 一个人大战八千弟子 竟然还毫发无伤 你又是哪根葱 我是来杀你的 想杀我的人都死了 你也想和他们一样吗 你很狂 但还是得死 记住 杀你的人乃是七杀哥却一 我说了 想杀我的人都死了 你非不清 查查这个七杀哥是什么组织 是 少主 你打算还要躲多久 是你 你来这干什么 我想任你为主 我黑玫瑰远臣赋予公子 希望公子收下我 我凭什么收你 如今鸿门已死 我可以出手整合整个天南郡地下势力 让他们以后只听公子的号令 我知道你只是想借我之手达到你的目的 但我不在乎 我要的只是一个乖乖听我话的手下 若是不听话那就跟他们一样 属下是死效忠于公子 你起来吧 给你三天时间 我要让整个天南地下世界只有一个声音 做不到便滚蛋 是 公子 赶上我天郡舞道会的张老 秦军小儿 你找死 他不是天南郡舞道会会长林沧海吗 是啊 他可是武道宗师级别的 那可是比天极武者还要高一层 小子 如今你是天极强者又如何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武道宗师之威 杀你如土狗 我去 这怎么可能 林会长可是武道宗师 就这么被秒杀了 没意思 小子你平凡 我寒家来取你狗命 男人只是外出打了个酱油 家里的子能就被别人给炸了 于是男人好不容易用两脚半脚 完这些 结果他们对后更强的势力又找上门来 秦军小儿别嚣张 我寒家来取你狗命 还有我天南郡特别行动司 前来击拿杀人凶手 想击拿我 就凭你们也配 再加上我天南战区数千人够不够 牧总督 你也来了 副司长 我奉战部命令前来击拿杀害 我战部那蓝战将的凶徒 秦军立刻束手就擒 否则杀武社 住手 这不是曾经秦龙相手下的龙牙战将吗 是啊 此人可是天极丹风的强者 这下又有好戏看了 龙牙说着你怎么来了 我刚刚执行任务回来便得知了小少爷的消息 因此赶来了 小少爷 你放心 只要我还活着 便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龙牙战将 此次可是杀了那蓝门阀的人 我不想听废话 今日有本战将在 我倒要看看谁敢动小少爷 区区一个战将变着蛮旁望吗 你是谁 这位乃是龙王殿顶顶有名十八龙死之一的风云龙死 哦 龙王殿是什么试炼 我怎么没听说过 启禀少主 龙王殿乃是龙国一个极其神秘而强大的组织 而龙王殿除去那位从未露面的龙王之外 还有四大龙军 八大龙老和十八位龙使 他们每一位都是神龙剑守不见尾的武道强者 少主要小心 你们龙王殿的人来这干什么 他杀了这男王 而这男王乃是我龙王殿的人 你说本事闲来干嘛 杀了龙王殿的人 这小子算是完了 对啊 你别看他穿得这么骚气 他的肯明绝招爱心攻击可是很可怕的 你有失去的话就把这小子留出来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小少爷 我来挡住他 你先撤 刀通小记 不开一击 你 龙牙战将武的胸口 愤怒地盯着对方 极其不甘心 若非他之前受了暗伤一身实力发挥不出三场 岂容对方这般嚣张 你敢伤龙牙叔叔 若非看在战部的面子上 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你的实力竟然达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 下辈子给我低调一点 没想到小少爷的修为不仅恢复了 竟然还比以前更强了 你 你进单三朗龙是大杂 你们想怎么死 我都懂 你妈好像喊你回家收衣服呢 对呀 副司长 你老婆也好像喊你快点回家 走走走 我们快撤 小少爷 没想到你如今不仅重新移植了一条新的手臂 修为还恢复了 而且还踏入了之前没曾踏入的武士进 主人若是知晓的话 必定会十分欣慰 龙牙叔叔 你当初乃是我父亲的手下 你知不知道我父亲五年前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又为何会失踪 小少爷 当年主人失踪只是我并未在其身边 因此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是经过五年的调查 我发现这件事被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牵连胜过 就连战部都有人参与其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少爷 你不要再问了 这件事背后隐藏的势力太恐怖了 根本不是你能应对的 龙牙叔叔 此时我会自己去一一查清楚的 不管是谁牵扯其中 只要他们伤害了我父亲 那我便会让他们十倍百倍的偿还 好 你等我一下 龙牙叔叔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去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你 你能当我男朋友吗 你别误会 我是说你能假装一下我的男朋友吗 为什么 因为我家族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 我不想嫁给他 但又不好直接拒绝 因此我想找个人假装我男朋友 鼻子回绝了 不过我知道这么做有些抢人所难 你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你是灵人的好闺蜜 所以你的忙我自然要帮 随后唐若雪就带着秦军走 而此时唐家里的老夫人正和一个青年在谈话 唐老夫人 若是我能和唐小姐成婚 我孙家将送上三亿现金 还有十栋海景别墅作为彩礼 同时孙氏集团还将和唐氏达成全方位的合作 孙少真是太客气了 若雪能和你成婚 那是她和整个唐家的人性 我即可便让人去安排 你和若雪则日便成婚 奶奶 我不同意 若雪 你乱说什么呢 奶奶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所以不能嫁给他 胡闹 你哪来的男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我便是若雪的男朋友 小子 你哪来的 我们家若雪清清白白哪来的男朋友 你赶紧给我滚蛋 亲子 你什么身份背景啊 无业游民一个 我乃江东顶级是家孙家大少爷 我孙家子产上千亿 人脉便不天南郡 你一个无业游民的废物 拿什么和我抢女人 大的 你敢杀我们少爷 杀了他又如何 敢得罪秦少你们都得死 柳飞轩 他怎么来了 难道这个秦少就是当年的 秦少 刚才是我唐家无礼了 还请秦少恕罪 唐老夫人看着秦军没有说话 以为他还在生气 秦少喜欢我们家若雪是吧 那若雪以后就是秦少的人了 秦少想怎么玩都行 竟然将自己的亲孙女当作玩具一般送来送去 你简直不配为人奶 秦少说的事都是老身的错 还请秦少恕罪 记住 以后再敢逼迫若雪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少主 找到苏小姐了 若雪 我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